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基督在我里面这个思想所充满 我们的生活就要有何等的不同呢 我在基督里是如何确定 照样基督在我里面也是同样的确定 在最后一个晚上 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 圣灵要来教导他们一件事 就是借着神的能力 我们所有相信的人都已经与基督一同定死 又与他一同复活 但是这件事是不容易认识的 基督徒需要用信心接受神的话语 这样圣灵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请今天就花时间在祷告里认识这个福分 也知取这个福分 保罗在一佛所书三章十六节的祷告中 是何等清楚地表示这个思想 求他按照他荣耀的丰富赏给你们 请注意 保罗所求的并不是普通恩典的赐给 乃是在他的爱和能力之丰富里的特殊启示 就是他应许你 借着他的灵 用能力叫你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好使基督因着信住在你们心里 你是否已经抓住了这个应许吗 基督徒的确能经历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 亲爱的弟兄们 保罗曾说 我在父面前屈膝 这就是得着这个福分唯一的路 请在内室里花时间来认识 基督住在我里面 对自己说 我在以往经历这个太少 但是我要呼求神 仰望他在我里面做成他的工作 即便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也要把我的心当作神儿子的居所 并且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唯有这样等候 祈求祷告 基督所说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里面的话 才能成为我们每日的经历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等候神 祈求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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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祝福大家